它這邊啊 扣環啊 是可以分隔的 所以呢 如果你比較胖 比較肉 或是你不想要這邊穿那麼高 你想要這種感覺的話 自己把肩帶往下挑 其實我還沒有拉到最近 它的長度是到小腿的一半 所以呢 它就是有點介於中長裙了 所以不論你是高還是小隻的 它的長度 反正你高一點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再小隻一點 它就是長裙一點 所以倒不會有什麼身高的限制 我覺得大家不用太擔心 如果今天啊 你就是吃很飽 你不想要有腰身的話 你可以像妞妞一樣 完全不要拉腰身 它就是一件寬版的裙子 然後呢 尺寸可以到L號 不是問題 它沒有分尺寸 懷孕9個月能穿 可是我不太建議欸 我希望孕婦你還是能夠就是舒服 舒適為主 就是寬鬆的 然後旁邊有個側拉鏈 它其實是方便 大家好穿脫的 這樣子 沒有分尺寸 那這個口袋是假的 是假的 所以它只是一個造型 另外一個就是你把它塑緊 不用特別去調整 你就把它塑緊就好 看你想要多緊喔 然後你不用額外去折或是翻它幹嘛的 就只要拉緊綁起來就好 它旁邊就會不會鏤空的感覺了 那妞妞呢 今天是整個運動風 就是搭球鞋嘛 可是如果啊 有時候我到 譬如說沙灘去玩的話 那我就會換上這種平底鞋 平底拖鞋 今天就像這種平底拖鞋也OK 它反而會有另外一種不同的感覺 更夏天的感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